晚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透過我來電視網的現場直播 在今天9月25號星期天 一起來到台北的和平籃球館 來欣賞的是2022年 跨聯盟籃球邀請賽 在進入到八強賽程的第三場比賽 帶來的是由新北中信特工 來對上玉龍納芝傑的賽事 新這場比賽雙方的先發球員 玉龍納芝傑這裡是推出了班霸 翁嘉鴻 吳濟穎 王瀉銘 還有柯銘豪的先發組合 那麼在新北中信特工則是12號的譚傑龍 背號0號的阿巴西 10號的謝雅軒 11號的周承睿 還有背號7號的魏嘉豪來打先發 玉龍納芝傑這裡 邱辣聰教練其實還分了滿長一段時間的 然後 球交給阿巴西 帶來為了跳投出手得分 他打球 這邊阿巴西的發揮非常好 平均得分是有26分 對 吳濟的中距離出手球進 魏嘉豪帶到湖頂 轉移去找謝雅軒 謝雅軒的三分球他把握住了 剛剛講得上 這邊是魏嘉豪推進過來 給到隊友上籃得分 反吧 要打韓傑龍沒有太好的機會 再傳出來 外線這裡是黃聖筆的三分把握住 對在賽前的開會開了特別長的一段時間 對 這邊是太陽 那最終是82比50 32分的差距擊敗的太陽隊 哇 阿巴西進來了 送Low pose去找班霸 班霸 班霸墊不到心臟地帶的單打插板再投進 那班霸在那一線是絕對的高度 這個球給得漂亮到藍底下得分 但是謝雅軒摔倒在地有事嗎 還好現在站起來了 好像有點小鈕 沒有太好的機會再出來 劉偉辰帶的三分跳投出手得分 阿巴西轉身用自己單打出手球進 沒辦法 拚啊 可是第二波拿到球的時候便不聰明 喔 這個跟進 再給他外圍 這裡的三分球跳投得分 在第二節目前場上是沒有放上阿巴西的 外線的三分球 外圍出手這裡再一個三分球 剛才已經順利的可以去做一個拋投的動作 反而給了班霸三火鍋 要把周志願換到場上來 好丟磚啊 第二十二 班霸在湖頂接球直接起了 班霸也投進三分 消化時間剩下五秒鐘喔 林偉翰帶一部的外線 沒進 這個球變成了助攻 藍底下是坦傑龍把 郭嘉豪切入小球再三 這個球怎麼進的 坦傑龍 坦傑龍很高興 我覺得班霸盒無奈 我們看到笑啊 這個球怎麼進的 還有道理 第二球真的 有點無厘頭的進法 周瑄 他的狀態真 沒有擠進去了 交給黃宗翰 黃宗翰打得很強勢 感覺這兩波 在第二節中段回來 阿巴西帶一部的外線齊 出手三分 柯米好 籃下的假晃 黃金的防守 這是一個F1 阿巴西進來了 降低阿巴西的破壞力 再來就是你阿巴西切入 很多人要去做鞋 平淡鞋 反而外面也有夏瑄 等這些色 很好 在中間切入擺脫的防守 但沒有放進 班霸再跟進籃板球 大部分活動力最好的 阿巴西如果過來做補防 那你漏掉的就是蛋挖 傳出來交給韋翰 無頂 三分球他把握住了 韋翰真的相當拿下了9分 他第一節是沒有上場的 吳智穎的出手得分 球帶出來 韓智隆罰球線接球的跳投 出手得分 傳 交給吳季 Altra Pass 再打到外圍 這裡的三分球投進 要掉給班霸 協防 過來 班霸 插半出手得分 所以班霸這個點 柯敏豪 帶過來 站到外圍 黃雪敏的三分 現在玉龍隊追了上來 選擇有點危險 韓智隆外線選擇三分 韓智隆的出手4-3 林韋翰 地板球往中間給 藍底下拉幹的一個得分 周承睿 林韋翰加速了 交給韓智隆 韓智隆的三分 在這一節韓智隆一左一 來到了十分差距 班霸 湖底 跳投得分 林韋翰 這手雖然先被蓋過段 還沒跟進的周承睿得分 單夾 沒有走步 黃宗翰 再拿回來上籃得分 好 玉龍今天就 黃宗翰還是要打進去 左手的一個上籃得分 一次右手一次左手啊 林韋翰切進來 空中給小球 周承睿在藍底下硬齊 周承睿 再一個掩護 承睿去找班霸 班霸 中間突破進來 到藍底下的擦板得分 好 玉龍 這裡黃宗翰的一個勾射出手打進 剩四分差了 被翰 林韋翰 中間 再給藍底下阿巴西 阿巴西的包頭 總算 這是他在下半場的第一個 對 這時候如果阿巴西可以復活 有機會 韓傑龍 勾射 這是一個傳球找到阿巴西 Good pass 是 教委誓淵 周承睿前藍底下 反勾 周承睿再拿到籃下 再起得分 好 林韋翰帶過來 胡鼎三分外線 Big shot 關鍵一擊 哇 這相當關鍵 時間還有五秒鐘 韋翰進來的拋頭 球進 韋翰連續最後拿了連續的五分 幫助球隊穩住這個比賽的勝利 好 最終時間在這裡終了了 中場的比數是75比66 這場比賽是由新美中興特工來拿下的勝利 拿下了這場八強賽的勝利 那麼在贏球之後呢 中興特工在本屆的2022年 跨聯盟籃球邀請賽也順利的 來淘汰玉龍娜智傑挺進到了明天的四強賽 哈囉大家好 我是楊楊 看完影片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一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